新加坡国风相对保守 但是随着同性平权的意识逐渐抬头 如今新加坡政府终于宣布 男男性行为将除罪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一公布将废除刑法第377A条文 把男男性行为除罪化 就把现场立刻欢声垒动 备受争议的新加坡刑法第377A条文 规定男男性行为属于犯罪行为 一旦罪名成立 可判处最长两年星期 不过随着当地民众对于条文的支持度逐年下降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也终于在21号的国庆演说时宣布 废除这项条文 但依旧不能认同同性婚姻 LGBT等相关媒体内容 也将保持最高的年龄分级制度 不过对于新加坡的同性团体来说 这已经是得来不易的胜利 我们已经在新加坡没有犯罪 所以这一定是很幸福 在新加坡里面前提到 新加坡里面前提到 我非常自在地做自己 相较于我在台湾的时候 所以其实这个条文 对于在外国人在新加坡 尤其是同志族群来说 的确是有很大的部分 会造成我们的不舒服 然后当时他一宣布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不管是在新加坡 或在台湾 我们其实都非常希望可以 就是合法地结婚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就可以跟一般人一样 经过多年的激烈辩论 新加坡终于跨出同性 完全平权道路的第一步 新加坡民众又是如何看的呢 尽管新加坡国内宗教团体 依旧出现了反对声浪 而且这个条文何时才会废除 目前也没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但能确定的是 新加坡的同志篇章 将分向历史新页 以上就是环境新闻特派记者 我们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